登陆 他刚刚跟你说什么了 她说对于以前的事情很抱歉 会想办法弥补我们的 你 不是我 是她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你们 能够幸福快乐 阿宅 你一定要快快加油 快快喜欢上哑当 这样 我们就可以修正 这一段不正当的三角关系 那按照她的意思 我喜欢你 就是正当关系了 他就明摆着需要掰弯我吗 这是什么 亚当说你最近有点失眠 我就在网上当了一些催眠群 你午休的时候可以听听看 贴心 太贴心了 请跟随我的节奏 放松你的身体 放松你的精神 放松你的灵魂 请到我的怀里 感受温暖的拥抱 谁要娶你怀里啊 这么听下去 兴趣一下会出问题吧 阿宅 这是亚当亲手为你准备的 爱心早餐哟 我不是说过了吗 不要搞这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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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哇哦 请问如何掰弯一个直男 你不是前阵子问怎么掰直一个弯男的那个吗 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 我本来以为生母性格会比较温和无害的 结果居然是最难搞的 这直接是拉狼配啊 不行 我要跟你聊聊 下巴 我给你好好捋一捋啊 你现在有点乱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概念 爱情包括亲密激情和承诺 一段美满的恋情会同时将这三种成分 都包含在这段关系当中 但是呢 也有迷恋的爱 比如说只存在激情成分 就像你和亚当 还有无爱三种成分聚无 比如说我和亚当吗 所以你现在还只希望我俩好吗 嗯 那我们俩要是好了就相当于成全了亚当 亚当就会幸福 亚当幸福了 我也就幸福了 可是我不幸福啊 你看啊 如果我不幸福 是不是亚当就不会幸福 如果亚当不幸福的话 是不是你就不会幸福 嗯 但是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了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成全了我 我就幸福了 嗯 按照你之前的逻辑啊 喜欢的人幸福自己就会幸福 那我要是幸福了 是不是亚当就会幸福 亚当幸福了 是不是你就会幸福 嗯 那么问题来了 是不是只要成全了我 你 我 亚当 我们三个人就都会幸 嗯 所以 明天我们去约会 好的 对 人脑 PK智脑 人脑 完生 先生 这是您要的火烈鸟情侣套餐 请慢用 谢谢啊 你来干嘛 你来干嘛 不是 不是 我想挑一个浅一点的挑 都不行 我还是希望我爱的人能真的幸福 你想见的人其实不是我 对吗 这不是废话吗 你来要演讲的员 商量 拥有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有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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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打扰二位 我们这是情侣套餐 男士和女士的配菜不同 请问二位是谁要女士的配菜呢 你放我这干嘛 我长得很像女士吗 女士配菜给我吧 请慢用 谢谢 两个大男生居然点情侣套餐 换地方 换地方 我要跟你好好聊一聊 去哪儿啊 这个气氛不这么远的地方啊 洗完澡了一定要擦干净 在涂上香喷喷的润出乳 又干净又可爱 你今年几岁啊 五岁 叫什么名字 熊熊 你是走丢了吗 你妈妈吗 我没妈妈 不过你很温柔 你可以叫我妈妈呀 给你买 给你买 你买好啊 这儿的人都有素质啊 充满了阳刚之气 有没有 什么 对啊 干杯 你跳的挺好的 谢谢 谢谢 我能坐这儿吗 可以啊 来来来来 哈喽 来来来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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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起来 阿宅 你觉得你好有意思啊 我们可以去那边跳舞吗 好啊 走吧 去跳舞啊 走 我去了 吧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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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好social 来呀 回来 走 你 我们去那边坐吧 拿点酒啊 走他们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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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那边坐吧 来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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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耶耶耶 我叫你们个微信吧 以后可以一块出来玩啊 啊 好 到我了 来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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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 我了 去吧 去吧 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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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也別讓你站在一起 太久了 我 走了 拜拜 有空長聯繫 拜拜 他們還挺脆的哦 上次了沒辦法 我們也先回家吧 雅頭 我們也先回家吧 雅頭 嗯 你說你們機器人 是不是一般知識都比較淵博 可以這麼說吧 學習對於我們來說 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那 你是不是聽過很多故事啊 比如 比如說 梁柱 你聽說過嗎 聽過 梁山伯與朱英台 兩人同窗相戀 私定終身 卻被父母反對 雙雙化蝶的故事 嗯 那 羅密歐與朱莉葉呢 英國的著名劇作家 莎士比亞的作品 羅密歐與朱莉葉的愛情 為家族所不容 最後雙雙殉情的故事 嗯 美人魚 童話預言故事 講的是小美人魚 為了王子的幸福 最終化成了泡沫 假賀人法貼 兩個人者相愛 卻因為當局者的政治利益 不得不代表各自家族 對峙廝殺 呃 還有 呃 阿宅 你講的這些都是悲劇愛情故事 你這想表達什麼嗎 嗯 我就是想說 你看啊 感情這種事 並不是你 你有付出 就一定會有回報的 兩個人最終能不能在一起 嗯 決定性因素 太多了 我們機器人伴侶是服務型機器人 只要相處過程快樂 結果其實並不重要 相處過程我也不快樂啊 其實比起談戀愛我更想跟你當朋友 嗯 其實這段時間我和你相處 感覺挺好的 你特別好 你對我也很好啊 處處為我考慮 而且很能包容我的一些壞脾氣 你看啊 夏娃欺負我的時候 你會幫我啊 夏娃騙我的時候 你會保護我 但 就是有一點怪怪的 就是那個什麼綁定關係 總是感覺很奇怪啊 上次你在和我聊天的時候 你只是說 我們是一個誤會 你是因為夏娃 才不得不和我生活在一起的 並沒有提議 你想和我做朋友 那 人是會變的嗎 我也是會變的 當你告訴我 我們的綁定只是一個誤會之後 我就想 只是作為一個陪伴者 見到機器人伴侶的義務 嗯 可是 你總是 要我 沒辦法 這是你在設定我時 制定的模式 你把我設定成了一個 有魅力 容易讓人心動的機器人 對啊 那當然了 我自己就是 那種什麼 其實你要是一個女人就好了 人不是常說 上輩子如果是男人的話 下輩子就會是女人了 那說不定咱倆下輩子可以在一起 下輩子 那我們兩個應該都是女人啊 那 那就沒辦法了 我們倆就只能止步於此 性別相同怎麼在一起啊 所謂有緣無分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我明白 至於我們的關係 找個時間 和夏娃解釋清楚就好了 聖木苗 一點就透 夏娃的理論看來是對的 喜歡一個人 並不一定非要得到她 用正確的方式去陪伴她 讓她快樂 才是戀愛情機器人的使命 也不用上升到這種高度了 就是找個機會跟她說說 別讓她總是想撮合我們倆 對對對 我知道 只要你開心 我願意做你的杰克蘇 什麼 什麼蘇 梅長蘇 等一下 我想去上廁所 你們機器人不上廁所嗎 讓我演示給你看嗎 這是我家 誰啊 你是誰啊 差不停 在 要不你當我爸爸吧 阿宅 你回來了 你喝多了 沒 沒我 來 吹 還說你沒喝多 媽媽媽 媽媽 在哪兒找到了 多和諧的一家人啊 爸爸媽媽 一定是我喝多了 换具 换具 我在做梦 睡醒了就好了 阿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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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宅醒醒 鎖定你不是我的抉择 陪伴你是命运推着我 也许你只是个孤独的人需要朋友 为了你我什么都会做 只要你眼神不再寂寞 也许我能在你漫长的一生之中 被记得 笑过的空 做过的梦 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 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 四目的风 无解的痛 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 相信你还是需要我等我 穿过迷雾回到你身边 为了你我什么都会做 只要你眼神不再寂寞 也许我能在你漫长的一生之中 被记得 笑过的空 做过的梦 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 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 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 四目的风 四目的风 无解的痛 四目的风 无解的痛 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 相信你还是需要我等我 笑过迷雾回到你身边 笑过的空 做过的梦 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 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 四目的风 无解的痛 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 相信你还是需要我等我 穿过迷雾回到你身边